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英文去讀 Nancy Pelosi来了又走了 那她到底是谁 我其实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她到底是哪一咖 那多大咖 那你看这边她的那个 她指的是说 US Speaker Nancy Pelosi has met Taiwan President蔡英文 in a visit that has been strongly condemned by China US Speaker Nancy Pelosi 那什么东西 主讲人力来讲话 她是speaker 或者你想说干她什么喇叭speaker speaker是什么 好我们就直接切入了题目 没什么好那个的 当然她标题其实就是 总之Nancy Pelosi来了之后 让北京不太爽 所以这边说 Nancy Pelosi meets President Tsai To Beijing's Fury Fury这个字我们常看到 生气怒火 OK Speaker 我们就马上走 走一下这边这个东西 那如果说你 你对于这个政府的架构 完全没概念的话 我是不太相信的 你也上过公民与道德课吧 国小国中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台湾是什么 我们的宪法是五权分立 对不对 那我们有什么司法立法行政 考试监察 那西方呢 你可能也知道 他们只有三权分立 他们没有考试跟监察 所以那三权就是行政立法跟司法 那这三个字 马上就来看 行政叫做Executive 这个字就是Execute Execute就是去执行 所以Executive 那有时候我们加一个branch 因为它就跟数支的分支一样 所以它是行政的这一支 然后还有立法这一支 所以就是Legisla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那行政院呢 就叫做Legislature 所以多补一些字 Legislature 我们台湾呢 还有一个字就是Y-U-A-N 就是院 我们把院这个字之间 音译成了院 Y-U-A-N Y-U-A-N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叫它Legislative院 还蛮酷的我觉得 那西方叫做Legislature 那立法委员就叫做Legislator OK Legislator 我把这个Legislative语言也打下去 Legislative语言 那立的法就叫做Legislation 这样子 OK 那这是基本基本的 真的是最基础的 如果你还要知道一点点多一点 草案有的时候叫做Bill Bill这个字 Bill这个字除了男子名之外 还有账单的意思 还有纸钞的意思 然后现在有法案的意思 我们简单讲一点点 就是我们把它简化 只要是一张纸上涂抹画的东西 纸上画了东西 就叫做Bill 我们讲这样这么简单 所以纸钞是不是就是一张纸上画的东西 没错吧 那刚刚说的什么 草案上面也就是一张纸上写了一些 你起草的一个法案 That's a bill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Bill 什么账单 一样一张纸上写着一些明细 你先吃了什么东西 列了多少钱下来 That's a bill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建筑物外面 像例如说 这边正在拉皮 正在做一些墙外装修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把建筑物封起来 有没有 用木头的那种板子封起来 然后这时候可能就有人在那边贴一大堆广告传单之类的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在那边贴着一张纸说 不准张贴东西 有没有 那那个不准张贴东西的英文就叫做 Post No Bills 不准贴Bills Bills是什么 所以任何的海报之类的东西 也可以叫做Bill 所以我这样讲真的是并没有错 一个纸上画了点什么 就叫做一个Bill 但Bill还有一些各在延伸出去的意思 像托弗亚是会看到 动物的尤其鸟的那种嘴巴 鸭子或之类的 也叫做Bill 所以Duck Bill就是鸭嘴 OK 鸭子的嘴巴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Beak 我们就讲说那是鸟的那个会 有没有 一个口字旁那个会 也OK 好 所以讲了半天 其实我只是想讲讲 想要讲草案 立法的草案 叫做Bill 只是Bill这个字比较复杂 扯远了一点点 但无所谓 听听反正都学英文 那再来我们中文讲说 那个法案需要三读通过 那那个就是真的是叫做reading 所以pass the first reading second reading third reading 它就可以变成 they can write it into law 好 anyway 所以讲完了这个立法 那行政刚刚也说完了 就是这个parliament 不是parliament 对不起 我们应该讲是executive 就是执行的 那最后的那个司法的那一个branch 就是judicial judicial branch 那judge这个字 除了是动词的论断 评断判断之类的 那名词的话就是法官 那可是那个高等法院的大法官 视线的那一种 那他们又叫做justice 所以justice这个字除了是正义之外 也可以是大法官的名词 所以supreme court justice 就是大法官 最高法院大法官 好 OK 所以judicial是司法方面的 所以这几个这样就OK了 所以the legislative branch executive branch 跟judicial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那再讲回一下这个legislative 我讲了半天 Pelosi到底三小 所以你说好 你讲半天你还是没说Pelosi是谁 We're getting there 那立法院基本上 有时候也叫到别的名字 像Congress立法院 我会讲国会对不起 那国会的话 还有一个字叫parliament 在很多的层面上 他们功能是非常相近的 我不想把它讲得太detail 但我熟一点的加拿大的部分 parliament其实就包括了 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个 应该怎么说 parliament下面就包括立法的部分 也就是有house of commons 对不起 我这里似乎有点跳通 我来这样做一个小整理好了 所以Canadian parliament 所以加拿大的国会 来然后加一个这个冒号出去 所以它就包括了这个 house of commons 或者叫它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简单的说 就是人民选出来的这些代表 OK 国大代表 那它还包括了senate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众议院跟参议院 所以刚刚这个house of commons 就是众议院 OK 那美国的版本就叫做congress 或者还是可以叫做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那上议院 参议院则是叫做senate 那参议院就senator 像欧巴马就当过senator 好像希拉蕾克林顿 也当过senator 然后这个加拿大的部分 好像也包括就是那个 国家的头 就是那个英国女皇 OK 所以monarch 所以这三个合在一起 就是加拿大的国会 parliament 那美国比较不用parliament 这个字 他们就叫congress 然后以及senate 合在一起 所以再说一次congress 基本上 就是这个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就是大家选出来的人民代表 那这里面的代表 的那个老大 简单说就立法院老大了啦 就我们就叫他speaker speaker of the house 所以nancy pelosi 简单的说就是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他就是立法院的院长 这样子 OK 好 所以讲到这边 us speaker nancy pelosi 你就知道了 他是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what house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或者加拿大叫做house of commons OK 好 所以他来这边见了蔡英文 in a visit that has strongly has been strongly condemned by china condemned这个词叫做谴责 我们就读下去 其实像bbc这个报道 15个小时前 前面这一段 全部都是 铺一些背景资料给你看 然后混杂着 他这次执行 达成一些什么事 或之类的 所以 然后说一些什么话 所以miss pelosi the most senior us politician in 25 years to visit taiwan 所以这个逗点 逗点就是播从他的资讯 所以动词是说 下一个字 sad 那中间这个部分就是 他是最资深的 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人物 在25年来最资深的 来拜访台湾的 他说 her delegation had come to make it unequivocally clear that the US would not abandon the island 这个字我都还记得 在好几集之前 我曾经有 就是也讲的不太顺 就是非常明确的 unequivocal unequivocally 现在就讲顺了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 反正就是对自己练的好 也一段时间 我自己偷偷躲起来练 unequivocal 带一个小诀窍 我还是一样教同学 on这边这个n贴一下天花板 贴完天花板之后 你的equivocal会比较好出来 unequivocal 如果你不贴天花板就变成 unequivocal on e on跟e 你不把它分开 听起来像黏在一起 unequivoca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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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quivocal unequivocal 那个n跟e有点点 黏在一起 好 我们不要一直卡发音 但无论 anyway delegation是什么 就它的特使团 所以delegate这个字 其实就是有 把任务指派下去的概念 所以delegate 那为什么 什么叫把任务指派下去 因为它是代表着 美国政府过来的 所以它是一种使节团 你可以说它代表着美国总统 虽然说Joe Biden 其实不喜欢他来 等一下会看到 下面会有这一个说的这个部分 但我觉得这都是一些 就是真实表态 就是他想要做给北京看说 我可没有说这个老女人可以来 应该来 他自己要去的 就这样子来 算是比较跟中国说 好啦 别那么生气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一个gesture OK 那可是他们又不想让中国觉得说 我什么都听你的 所以无论如何 我还是送个大咖来 只是我总统并没有喜欢他来 就你知道就玩了两手策略 你知道吗 好 anyway 这个不策 往下看 好 所以他想要非常明确的表达 他们不会放弃台湾这个岛屿 So they had come to make it unequivocally clear 所以有时候还是卡一卡 unequivocal 所以equivocal就是说的不清楚 所以unequivocal就是非常的明确的 所以明确的表达 不会放弃台湾 那中国稍早就觉得 美国会付出代价 付代价就是pay the price 就这么简单 So China had earlier said the US would pay the price for Miss Pelosi's visit 这话真的说得很 付出代价 我觉得 好用力 好生气 那下面继续说了 所以BBC有时候 他的文字还算是蛮简约的 So Taiwan is self-ruled 所以这就是 就是自己通知自己的 self-ruled But China sees it as a breakaway province 所以这是他们在西方媒体上 常常对台湾的描述 就是中国怎么看待台湾 他们用一些词来说 不表示他们是占那个立场 可是他们总之从中国角度来看 他们会用什么话语来描述 中国对我们的看法 所以我常看到的的确就是 中国将台湾视为一个 Break away province 就断掉关系了的一个省份 那落跑掉了的一个 那另外一个他们会用的词 除了Break away province之外 就是他们说台湾是一个renegade 也是renegade province 也是一样 总之我们被列为省份 这样子 那renegade是什么 叛徒 所以我们是一个叛徒省份 叛逃省份 以前我的工作真的常翻这些文章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两个词是我最常看到的 好 那他们然后强调了 China will eventually unite with it 他会跟他统一起来 unite结合在一起这样子 或者你可以用reunite之类的 然后下一个继续说的 他40年前40 years ago 43 years ago America made a promise to always stand with Taiwan Today our delegation came to Taiwan to make it unequivocally clear We will not abandon 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所以这边把他完整的 他的quote说了出来 43年前 美国做了一个承诺 to always stand with Taiwan 总是跟台湾站在一起 而今天我们的使节团 delegation又再讲一次 来到台湾 然后我们要非常明确的说 make it unequivocally clear 说什么呢 我们不会abandon 我们的commitment commitment就是投入之类的这样子 那他指的就是台湾关系法 所以台湾关系法就叫做 Taiwan Relations Act That's it OK 然后这边下一个说的下一段 所以台湾变成了一个 总之就是一个 我们台湾关系压力升高这样子 所以紧张关系升高 这两个字真的是很常看得到 就叫做heightened tension 所以这里我打出来给同学看 heightened tension height的这个字是名词 就是高度 名词 有人说high那不就high也是high 可是这个字基本上比较少当名词 除了你说的是吸毒之后的high so that was a very good high you wanna get high 但这个high好像也并不是 好像也不是名词 好anyway这个大概不扯了 总之height是名词 然后加en之后就变成动词 heightened 那再加一个ed就被动的 所以我们的关系 紧张关系被升高被动的 然后以及这个讲起话来都非常的尖锐 两边嘛对不对 所以不推 Washington跟北京 他们有非常的sharp的rhetoric 所以这个字可能对同学来说不见得好念 rhe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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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那种外交上的一些用于词汇这些的 那也不见得是外交上的 像你妈妈说我会买那个什么给你 结果两年都不买之类的 有没有 就你妈妈一直用话术你这样子 rhetoric ok 就只留在讲话层面上而已 没有什么行为 rhetoric ok 那rhetorical则是它的形容词 那有一个词叫做rhetorical question 我们大概把它翻译成是 修辞学上的一种问题 这样子 所以写作文的时候我们会说rhetorical question 那这question就是我问了并没有指望 你可以给我回答 而是我可能会自己回答它 或者我也不用回答它 总之这个问题是没有指望有一个答案的 我们叫做rhetorical question 像例如说 你可能写一个文章说 他说我们每天吃很多的脂肪 难道这些脂肪对我们的身体 不会有造成影响吗 事实上是会的 你就自己把这个问题回答掉了 所以你刚问的这个问题 写在你的文章里 那这句叫做rhetorical question 修辞学上一种题的问题 ok so rhetoric 话术 rhetorical question 修辞上的问题 好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 下一段来了 这边 刚刚还没讲完这边 所以这边说 the US walking a diplomatic tightrope on the issue 所以美国算是走一个外交上的钢锁 所以这里的walk a tightrope 就是走钢锁 开的是紧的 那紧的绳子 我们就翻译成走钢锁这样子 所以美国在这件事上走钢锁 然后美国事实上是遵守着 或者就是愿意配合着的一个中国的立场 所以the US abides by the one China policy 所以这里的abide by 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不错的一个片语 abide by 就是有遵守 遵循 那它有另外两个可以算是意思上非常像的两个 也是动词片语 就是adhere to 或是comply with so the US adheres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ok的 adhere adhere这个词还可以常常看到 像例如说是 像adhesive这个词也算生活中算看得到的 就粘胶 3M的那种贴的东西上面可能会有胶 胶在上面 那个就叫做adhesive 那这个d还是要稍微打一下 就是弹一下舌头过去的adhesive 但是不要真的念出来 不要念成adhesiv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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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he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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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那comply这个词应该有看过 它的名词就是compliance compliance with ok 所以美国是遵循着这一个one China policy 好可以 alright 那总之也就是只承认一个中国的这样子 但是他们却也维持着跟台湾有一个非常强壮健壮 有活力的一个关系 所以it also maintains a robust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island yeah 没错 所以robust这个字 强大健壮健全的 ok 那总之Nancy Pelosi来她就强调 他们对台湾的承诺是ironclad 等一下下面我看到这一个 但中间我们再看一个就是白宫事实上是不喜欢他来的 所以 而且这边有个小文法错 要少打一个to 不过我们就不纠正他文法 so however the US the white house has been opposing the visit 或者has been opposed to the visit 所以我强调一下 他其实少打一个to 那the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Joe Biden had said the military assessed it as not a good idea 所以他认为军方觉得他们的这个评估assessed 把他assessed成一个并不是好主意 所以Joe Biden其实不喜欢他来 那但是这边他下面 Pelosi又说了 the world faces a choice between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America's decision to preserve democracy here in Taiwan remains ironclad 所以美国的决定来这个好好的preserve 就是保存好状态 preserve民主的这个状态在台湾 所以这个decision 维持着一个ironclad的状态 什么是ironclad iron就铁 这应该没问题 clad这个字就是包装起来 我就多讲一个比较白痴的 这跟这个字有会用到的 就是有个片用到这个字 什么意思 我直接讲简单一点 就有女生穿的很清凉 穿的很清凉 露很多肉出来 我们有时候就叫他scantily clad OK 所以some scantily clad ladies 所以有些人每天上IG 就只是为了看衣服穿少少的女生 就照这个句子好了 OK so some dudes 一些家伙 use Instagram only 是Instagram 尊重大家给他打些 Instagram 没打错 OK only to look at scantily clad ladies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有scantily clad 就是少少折 用少少布料包着他们的身体 的女生们这样 所以这个片语 也算是生活中看到的 scantily clad 那ironclad 用铁包起来的 也就是unbreakable 所以这边强调美国对台湾的 这一个保护民主的心 是remains ironclad unbreakable 酷 OK 好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 讲一些这个有趣的词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做短短的 那事实上 现在时间是清晨 大概快到六点 所以其实我 我不知道同学 有没有感受得到我精神并没有非常好 那但是我因为刚刚过我妈妈 我妈妈现在身体并没有很好 所以她半夜的时候会需要人照顾 那多半可能是我跟我 那晚上可能是我啦 所以有时候 得大概过到天亮的时候 精神没有很好 但是 诶 正好有Pelosi来 那就还是录一期节目 那 我有时候也会 就是半夜的时候 会把整个礼拜的量录完 所以反正就当作 是我在工作的时间就是了 好 Anyway 那我们讲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部分 可能是学到政府的架构 非常的基本 可是 你应该要知道 你至少知道中文版本 英文的也要知道 所以或许复习一下下 国会 Parliament 或者你可以叫它Congress Right 那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 Parliament就包括了 总之上跟下议员这样子 Right 所以Congress 或者他们叫做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那美国也是 那上议员叫做Senate 然后加拿大还包括Monarch 也就是那个英女皇 那再来这是 刚刚说这是立法的 The Legisla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那然后行政叫做Executive Executive So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那第三个branch 是The Judicial Branch 所以也就是司法的 这样 好 OK I'm losing my voice 好 总之我们大概差不多了 录到这里可以了 希望喜欢今天的内容 那Polosi已经走了 走了也好 有点觉得 因为我爸都还问我 我们要不要逃 我觉得不用了 OK 我们台湾要打仗 我觉得 说真的不是那么打起来 但我对政治是没有太多的话 可以说 说实在的 因为觉得很烦 I don't talk about that I teach English That's what I do OK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